中国足球拿不出成绩,一路成为国人的诟病,泱泱大国挑不出11人在场上打进世界杯,当然不能这样理解,中国是人口大国,但并非足球强国。 全国人口仅32万人口的冰岛都打进世界杯,全国420人口的克罗地亚还在世界杯打进决赛,昨晚跟法国巅峰对决,国足汉眼,理应支持而后勇,中国缺好苗子吗?绝非,差在体制,国足不行,中国还有国平。 然而,站在兵坛之间的国平,并非没有一点隐患,本土教练与华以前制小将的外流,以及发展规划等原因,让国平赶到日平成为未来前的对手,特别是国平跟国足也有相似之处,并非一切按照规律发展与进步。 中国体坛元老级人物未继中,并不甘心闲富在家,近年常在体坛提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建议,众所周知,中国体坛三大球,金女排可以撑入门面,作为唯一三大球中的优势项目,未继中倍加关注。 当然此前,他也关注过冬奥会,可他后来侵承自己并不懂兵户项目,无法继续细腻地指点江山。 但他的贡献在于,帮助韩国出了许多可行性建议,比如开幕时大量利用当地志愿者,帮助主办方还有解难。 韩国人称为亲密友人,去年未继中被国平建议推动点评化管理,率财刘国梁被迫离开国平。 众所周知,国平在日本公开赛,被日本抢了风头,一度低迷,死前马龙、樊镇东等球员,曾经为力挺刘国梁闹出霸赛风波。 魏继中得知,这还了得,哪能袖手旁观? 他立即发言,除了彻底惩治霸赛球员,一查幕后主持,最终有教练离队,才算平息霸赛事件。 7月分日本公开赛场,狂丢男女单打两枚重要金牌,虽有国平球员自身问题,加上日平对人才重视,但跟魏继中当然密切相关。 魏继中近日公开露面,南京国家女排联赛总决赛还主持赛前通气会发表重要讲话,一度引发国人热议。 值得一提的是,优势项目中国女排本次赛事取得第三名,国人不理解为何魏继中总引发争议。 魏继中职业生涯难见高亮,22岁,在江苏南排宣布退役堪称短暂,会议后师徒一帆风顺,曾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,排协副主席,体育总局国际司司长,为中国深奥立功,被称为中国奥运之父。 在注重元老的时代,魏继中拥有极具影响力的话语权,当然对中国体育方向深受影响,国人当然一直不会忘记他,他一直成功地存在,女排沉沦。 魏继中老乡蔡冰,黯然下课,郎平率女排征返巅峰,堪称伟大复兴,但国人不急,率弹郎平带队为何还要插手?郎平续约,女排总决赛,魏继中无时不在,球迷有些纠结,甚至心烦意乱。 郭平名帅刘国梁以下课,空有热血而抱国无门,如今被集中紧盯中国女排,频频指导,郎平时的悲剧能否再现? 欢迎关注焦龙冠世界,支持中国体育。